王源分享属于周末的快乐,分享了好几张当时在一起露营巴海边落日的氛围感随拍 还有一张是身着绿色条纹衬衫在海边明媚的天气衬托下,王源显得格外清爽帅气 而且王室拍摄的这个角度就很女友视角,是可以发个朋友圈说这是我男朋友的程度了 女友视角的王源总是特别有安全感,但也有自己这个年纪独特的少年感 海边,落日,橘色天际线,吹乱少年发丝的海风,每一个场景都构成独特的浪漫的氛围 将来海南和橘色天际线,也将构成王源和粉丝之间独特的浪漫暗语 王源参加生生不息的预告也出来了,一袭黑色西装,花色条纹内搭,确实是很有那个年代港风明星的味道了 本文由饭圈少年原创,抄袭必究,预告悬念从我进队之日起,所有对归全部失效 不知道王源这又是什么奇妙设定的环节,才会在有那么多前辈的台上,说这句霸气的话 王源在节目里还遇见了一个嘉宾,上来就喊王源源哥,结果王源谨慎地一问,人家才是哥哥,还是1993年出生的,比2000年出生的王源足足大了7岁 源哥真的是王源的一种气质啊,就是很霸气,一看就像是前辈的安心感了 但这也可能是因为王源已经出道8年的原因吧,在这个圈子已经待了很久,但是在一个节目还是年纪最小的,这可能就是出道早的好处吧 生活和工作都还有无限的可能性,也可以这么年轻就有很大的成就 请不吝点赞订阅一下,请不吝点赞订阅一下,请不吝点赞订阅一下当位置